热水箱五鹤台地 近年来各类农作物蓬勃发展 尤其不少青年加入茶叶生产 农田灌溉用水量激增 再度掀起了灌溉用水不足的问题 农会向上级单位成型反应 获得了农委会和水利会的正面回应 并且会同了农民现场会刊 也顺利探勘取得稳定水源 未来灌溉排水设施设施之后 就可以提供足够的灌溉用水 解决五鹤茶区缺乏灌溉用水的成年老问题 花联农田水利会会长温芳荣 图文并茂说明改善措施 近年来瑞瑟湘五鹤台地农产作物蓬勃发展 不仅是咖啡茶园 还有文旦佑凤梨田等等 尤其还有不少青农也加入茶叶生产之列 无形中也更凸显了灌溉用水持景的问题 农会也特别向上级单位承请反应 我们也期待说能够尽快地把水源引到我们的五鹤地区 让我们不管是新时的茶叶也好 还是已经老虫的茶叶都能够得到一个稳定的水源 增加我们一个茶叶的产量 那间接着也促进我们青农能够返乡来投入我们这个茶叶的行列 农委会农田水利处谢处长 花莲农田水利会会长温芳荣与瑞瑟湘农会总干事 会同了在地农民现场会刊 讨论交换意见 也获得农委会以及地方水利会的正面回应 解决最重要的水源问题后 后续灌排设施的建置 以及管理维护的问题 花莲农田水利会也将会全面协助解决改善 提供在地农民充足且完善的灌溉用水设施 记者是预兰瑞瑞瑞采访报道